当我们购买衣服时,我们选择品牌是根据它的款式、价格、舒适性和质量。 而当我们寻找衣服标签背后的故事,缝纫工人开始进入我们的视线。 他们经常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,每天挣扎于对自由和权力的限制。 大多数人都想购买在良好和安全的工作环境中制作出来的衣服。 但是,值得信赖的担保,却难以在全球的服装行业中得到。 原因之一是,服装品牌通常没有自己的制衣厂。 衣服是从遍布于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中生产出来的。 就拿一件T恤衫举例。 在购买与缝制T恤衫的过程中,存在着商店、服装品牌公司、货运公司、代理商。 当然,还有很多生产T恤衫的厂商。 完成一件T恤衫的制作,需要很多名工人。 他们可以来自多架生产厂商。 款式复杂的衣服,还需要更多的工人完成加工制作。 在这个过程中,各种问题可能来源于许多地方,而这只是完整的供应链中的一部分。 比如,种在农场里的棉花,它被纺成纱。 接着被染色,再被编织成布料,然后被送到缝纫工厂。 这就是为完成单件T恤衫,一个单一品牌产品的季节性制造作影。 但是,每个品牌在各个季节中要创作数十或数百个不同的款式。 通常,品牌公司向众多的生产厂家下订单。 每个工厂可能同时为数十个不同的品牌制作衣服。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,相互交织的供应链。 在这种复杂的供应链系统中,你如何确定制造衣服的工人得到了公平对待呢? 公平成衣基金会关注供应链中衣服的加工制造部分。 许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就发生在服装厂内。 由于缝纫是一种劳动密集型行业,大量的工人参与了这一过程。 公平成衣基金会的工作核心是八个劳动标准。 标准基于联合国的原则覆盖了工人的基本人权。 他们是自愿就业及非强迫性或强制性就业,没有歧视和没有童工。 工人拥有结社自由,他们集体谈判的权利得到尊重。 最低生活工资得到支付,合理的工作时间。 一个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。 有法律约束力的雇佣关系,即有一个公平的劳动合同。 那么,这些标准在实际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? 有些时候是很简单的。 比如,工厂把消防出口锁上,以防止工人偷懒或偷盗衣服,将消防出口上锁明显地违反了安全健康标准。 因而相对容易解决。 但是,在大多数情况下,违背标准的情况是相互关联的,而且是由超出工厂控制的根基原因所造成。 例如,过量加班是个普遍问题。 在许多服装加工厂,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,每周工作6天,甚至7天。 工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00个小时,有时甚至会一次性持续几个月。 让我们想想,这意味着什么? 如果你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,那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在不停地工作。 没有时间和家人相处,也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。 冗长的工作时间不仅影响产品质量,还影响了工人的安全。 大多数工商都发生在加班的时候,因为工人太累了。 那么,为什么工人要工作这么久呢? 有时工厂不允许工人回家,几乎总是这样一个规律。 工人工资极低,如果不挣取加班费,就租不起房,买不起食物,或承担其他基本的生活需要。 尽管过度加班是危险的,并且降低了产品的质量,工厂却承受着快速交货的巨大压力。 否则他们将会失去生意,而工人也将失去工作。 品牌公司要求交货时间短,在最后一分钟修改订单,而且付给工厂不合理的低价格,使工厂在新金和工时上承担巨大压力。 服装款式快速更新,意味着工厂从不确定下一批订单何时会来。 因此,工厂超能力的接受订单造成加班不可预测的订单,同时意味着工人被剥夺了劳动合同或稳定的工作。 所以,超时加班适合工资、劳动合同、工人的健康安全及品牌公司做生意的方式相互关联的。 劳工标准也与许多其他方式相互关联。 取得最低生活工资是个关键问题,因为它具有连锁效应。 比如同工,如果他们的父母无法维持生活,猜猜他们的孩子将会如何发展,很可能是不在学校。 同样,确保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成立或加入工会,行使集体谈判的权利,意味着工人可以在改善工厂条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。 如果我们能够要求工厂按照我们的条件进行改善,那是一个理想的世界。 而现实中,工厂无法自行解决所有的问题。 那么,谁有责任实现公平呢? 工厂的确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但是,品牌公司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 除了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要求,品牌公司也可以要求体面的工作环境。 另外,品牌公司通过向工厂支付公平的价格,要求合理的交货时间,以及向工厂提供对于今后订单的某些保障。 从而,保证良好的工作条件。 工品成衣基金会不仅检查服装生产国家的工厂工作环境,而且我们在欧洲评判品牌公司与工厂的合作方式。 工品成衣基金会也和生产服装国家以及欧洲的工会、劳工和妇女团体、商业协会、政府及消费者机构进行合作,共同寻找持续性的解决方法。 工人可以直接向工品成衣基金会投诉。 工品成衣基金会面向公众公开品牌公司的业绩,工厂取得的进展以及工人的投诉。 以下就是你力所能及的了。 消费者通过工品成衣基金会的公开报道,能够看到标签背后的故事,从而拥有知情权,并决定购买什么衣服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,请访问filewell.org。 你可以查到哪些品牌公司与我们合作,并在您所在的国家销售产品, 以便帮助您列出一份包括工品成衣基金会成员的购物清单。